共同理念 全民發生 MyRadio2011 日本人在你家打 打完之後不如搶你的東西 怎麼有人幫你 我們不如打走個拆架 原生部隊絕對可以退過黃河 到過黃河 南渡進入 你就死都留在山西跟日本一起 嘩這個妻娘 突然間有油就走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匿名的梓勇女子 叫劉鳳凌 結晉百年歷史 從深海走到現代中國 與你共同探討歷史落雨露 深海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十點 有蜜葉Sir 謝爾芳 錢建榮 和你一齊誓說中光 POWER 世藥乎敬 死亡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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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to the people 貫切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暴然 POWER to the people 不憑則鳴 只因心是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t on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黃毓民密度 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各位 今晚呢 又是沒有黃毓民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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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會妻和探仔 但毓民也會借去訪美這段時間呢 就會和三藩市 和紐約的朋友 就會聚會 所以 北美的朋友呢 大家可以上北美 即是那個網頁 看看行程和有關聚會的資料 透過聖誕這段期間 可以和他毓民聊聊天 他忙了一整年 特別是剛剛做完這個區議會的選舉 即是 休息一休息 謝細也都和北美的網友 見面聊聊天 今天呢 我請了兩位的年青 年青 曾幾何時年青過 對我和他毓民來說 你們兩個肯定年青 在我左邊這位就是曾麗文 Judy Hello 大家好 右邊這位就是Raymond 你好 黎諾文 兩位呢 其實都 我們人民力量的骨幹 一個新西 一個九西 上次區議會呢 兩位都有份參選 那 即是今天呢 其實 最近這個 跟皇上開了麥克風之後 神祖節目已經講了很多議題 我們晚上開麥克風 很多時候就開始頭痛了 即是今晚講什麼好啊 阿毓民在這兒就不用管了 阿毓民主導我坐在旁邊 做旁邊行 間中是這個 爹兩句 不用怎麼想的 今天要幫阿毓民撐牆呢 一坐下要想 第一件事要看就是 王上今早說什麼我們不要說 阿毓民主導 我也有聽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意義的 我不知道前幾天有沒有說過 或者阿魯少也有沒有說過 就是這個時代 周刊這個風雲人物 很特別 今年是嗎 是 今年一選就選一隻大拳頭 就是 我們自己 他出來的那個不是拳頭的 大哥 他出來的人樣 有一個logo是有拳頭的 他出來的 封面是人樣 封面是人樣 裡面有一個logo是拳頭 是的 咦 那有沒有人民力量的名字在裡面 沒有 顏色不同 顏色不同 其實他今年 這個時代周刊 這個風雲人物 每年的選取 都受到全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關注 他一選舉之後 和公佈之後 他那個選取 那個議題也好 人物本身也好 都轟動世界的 而且都會成為一個 很重大的政治議題 那今年就選取了抗議 抗議 抗爭者 抗爭者 是吧 那這個 我一看就是 咦 好像講人民力量那樣 是吧 就是 如果你看回過去那一年 人民力量剛剛 就是2011年 這個成立 是吧 而這個 時代周刊這個風雲人物 是講這個2011年最有影響力 是吧 或者是最受關注 或者是最有這個 對世界性 對這個人類最有這個意義 的一個 就是 人事也好 活動也好 一個群體的 整體的影響也好 基本上是一個很重大的 一個意義在這裏 那跟這個莫里花革命很有關係 是 就是你整個中東翻天覆地的改變 那但是 就是去選擇這個抗爭者呢 其實我想每一個的地區 每一個社會 還有在不同的年代呢 其實都有一個很重大的意義 還有呢 就是都會有很多人呢 是感到共鳴的 是 是 譬如我們在香港 人民力量 成立過去一年 特別Judy 你在美夫 是 過去一年 面對 中產 對地產霸權、中產都要 不是只起來這麼簡單 如果你說香港過去的一年 最冒生命危險的抗爭 就是掃美夫 那個人都血肉之軀 我也是被警察打了一槌 空口語了 被蘋果做了一個故事 說我42吋巨胸 但你們美夫的朋友 坐在路上比較大型的泥頭車 衝過來好像想不停 你們毫無巨色 所以我們要寫給周刊 你為什麼沒有說美夫的照片 其實我們的消息 在其他國家都收到 我回到台灣 當時我們千人睡街美夫那件事 我們的黃色旗幟飄揚很厲害 很多黃色旗幟飄揚很厲害 是嗎 所以有些傳言 還有一些內地的管治人 在說 這個潮州 烏陷村 是不是人民力量在背後策劃 抑敏 剛剛星期一 在網台的節目都在說 在不同地方都在說 有些傳言 說抑敏有份插 因為那個是抑敏的鄉下 都是皇上的鄉下 所以可能跟抑敏和皇上有關 不過這個要澄清 絕無此事 不是被人說 大舊在網台節目說 烏陷村的抗爭 是抑敏和皇上插畫的 對抑敏和皇上影響不大 對烏陷村的居民 和抗爭的人士 那個影響至深遠 還有可能帶來很多不必要的罪行 說回這個抗爭者 你猜為什麼 剛才說除了莫里花革命 對中東的影響 你覺得這個時代周刊 選擇這個象徵 抗爭者這個名稱 作為風雲人物 那個背後的意義在哪裡 因為其實我看 為什麼他會特別去選抗爭者 是今年2011年的風雲人物 其實我覺得今年的示威抗爭 是牽涉到多個範疇的 例如牽涉到金融的 會有Occupy Wall Street 佔領華爾街 牽涉到民主自由 就是利比亞那邊 變成你有這麼多 這些不同性質的請願 示威之後 你會發覺 有很多人已經是 忍耐不到現在的政權 又或者他一些不公義的政策 去到一個臨界點 是人們會膽敢去出聲 會走出來的 在香港 我們有一個例子 我們覺得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就一定要用腳 去告訴別人 我們是不滿意這件事 我們是要求一個積極的改變 於是我們就走了 你見到世界上抗爭的活動 其實是不絕 你這個中東 連串的國家 最後都導致管治者下台 有些就是將會下台 卡達菲死了 卡達菲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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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多朋友都想 香港某一些獨裁者 都快點死了 中國內地很多的人民 都可能想某一些政黨 某一些人士 快點死了 那種的仇恨 和那種不滿的情緒 其實是表露無遺的 是吧 我們在網上 在Facebook也好 在網上討論區也好 見到很多的朋友 有些都不是青年朋友 有些可能都四五十歲 甚至我接觸到 有些六七十歲 很年輕而已 很年輕而已 有些我們叫七十歲的年輕人 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還有很多時候 對政府的不滿 很多時候是基於他們 在日常生活裏面 面對很多的苦楚 面對很多的苦困 以覺得 喂 大佬 好像前幾天聽這個報道 有關花園街的當犯 那些製作訪問 他說喂 以前在英國老管治時代 是很好的 是吧 即是突然間懷念 這個英國殖民地的管治 那你覺得很荒謬的 即是你回歸之後 暫晚十四年 你回歸之後 你中國人管治回 即是自己的人民的土地 和人民的生活 那李英是覺得感到榮耀 和李英沒有了這個殖民地的獨裁 和沒有了這個殖民地的剝削 那製作的制度和觀念 理應自己人管自己人 沒有理由不好些 因為現在的人開始不知廉恥 以前的英國人怎樣壞 他們都知道廉恥 有些事不要做得太著迫 現在一眼看到你就會發覺 有些人做事根本他不要廉恥 道理黑白不用說了 他們喜歡要做什麼 中國是禮儀之邦 即是我們自小 四書五經假 當然我不是很懂得讀 但香港有很多禮儀念 我兒子 我說看完孔子論 我說你有什麼感想 十一歲他都會說這些傻 其實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不是想說傻 他就是說你看得多這些東西 其實你對於外面的世界 沒有反抗的能力 反而那些孔子論 我應該請高官去上課 這些是一個社會上 應該有的最基本的一種叫做誠信 是不是互信 但因為我們由上面 已經是一直擺出一種 另一種理論 此是而非 變了其實這個社會就很亂 所以我兒子 其實他講得對 他說是傻的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媽媽這些動作 其實我認為其實幫不到我 那個抗疫能力 出來面對社會 很多現在的騙案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就好像以前那些 騙婆婆買金 那種我幫你祈福 現在是要騙一些年輕人 有能力的 做多些臉書 見多些生 簽張單五十年 五十萬 報紙有 但這些東西 在英國佬年代都有 一樣 對呀 英國佬那時候會有 約就可能是一年 三個月 我自己也中過招 但是那時候 你上報 或者一些評論 出來之後 是很醜的 是很快 已經不會 即是看到那些消失了 開始停一段時間 不會這樣 即是今天出完報紙 明天又再被人欺騙 而且現在越欺騙越大單 即是欺騙五萬不夠 要欺騙十五萬才夠 還要欺騙個智障 去做健身做二十年 我們有個案子 四十萬 很多我們收地區的個案子 你真是想都想不到 但是被騙那些 很少出來搞抗爭 其實你會覺得自己蠢了 其實我被騙過 即是你說美容那些 即是你去做個臉 然後他就會推銷你 不如這樣 我們今天有個特價 那你又熟客 那我不如送些什麼給你 你後問真的太熟了 沒錯 沒錯 那你當時始終覺得 服務都OK的 如果有些公開的 那好吧 因為他會不斷推銷你 你躺在那張床上 你是不要 欲除針反射 這個人出來 然後進去 然後再來一個 所以你就說 好吧 反正我都會用到的 不如我就簽了 但是當 譬如有些出現一個問題 即是整間間 失蹤 門都關上 但是那一班的受害者 很可能出來一次兩次 即是見記者 接著就 可能去遊行一次 去集會一次 接著之後連串的行動 就較少見他們 組織一個強而有力的 捍衛消費者權益 或者捍衛他們自己本身 群體的權利一個運動 因為我這樣看 因為香港人普遍都是很忙 因為你為了一層樓 為了一間屋 那你每個月大半的薪水 你已經去交租了 那不努力做事怎麼可以呢 那你努力做事 哪有這麼多精神固這些東西呢 所以很多人就會有那種觀念 就是說 有這些人幫我去抗爭 爭取就好了 自己就不如睡多兩小時 挾多兩夜就好了 於是就不出來 即是寄望人幫他抗爭 自己不變身成為抗爭者 是啊 但是我身邊會有很多這些人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都會循循善的跟他說 就是說就是說 其實呢 某程度上來說 我們現在好像是傳教 就是告訴你 我們是追求一個公義的社會 你可以用腳 用聲音 跟我們一起去show up 告訴我們 告訴香港市民 我們的力量 在日益擴大 希望多些傳媒 或者多些人 能夠公正地看我們做的事情 剛剛提到一點 我覺得很有趣 值得進一步探討 就是受害者是否能夠變身成為抗爭者 或者自己是受害 而是寄望其他人幫他抗爭 自己繼續停留在受害者的身份 因為我看回80年代 香港的社會運動 很多受影響的市民 包括公屋的居民 包括寮屋的居民 臨屋的居民 在那個年代 是很多所謂弱勢社群 或者一些基層的市民 基於生活環境的問題 或者一些職業上 或者職業病的問題 或者受到迫害 受到欠伸影響等等 很多就會走出來 組織成一些強而有力的群體 是一個延續性的運動 去爭取他們的權益 但是到了90年代後期 特別到最近這幾年 就越來越少這些 有共同利益 或者受到共同迫害的市民 是組織成一些抗爭性的群體 很多時候就是以寄望議員 寄望政黨去代表他 這個似乎有一種群眾的 越來越懶惰 或者越來越不願意自己 挺身出來參與這個抗爭運動 因為我會這樣看 因為你可以為了錢 出賣自己的時間 為了錢出賣自己的努力 你要構思的 但是現在整一下整一下 人們可以為了錢出賣公義 或者出賣我身邊的人的權益 最好就是你們幫我爭取所有的東西 因為香港人現在實在是太舒服了 辛苦習慣了 因為香港人是有恆心的 天天在這個中環 就整個債人圍著銀行的總部 在那裡敲鑼打鼓 然後在那裡燒冥強 令到整個中環過去的幾年 香港的一個特色就是被雷曼的父子佔領 令到這個中環雷曼的出現 成為一個香港的旅遊景點 另外就是美夫 不出來不行 他們的成本太大 他們整個債人都在那裡 整個債人都在那裡 整個債人都在那裡 但如果說很少的數目 或者他們也不會 最重要是 有些個案 因為我聽過朋友告訴我 他真的 控一下哄一下你 你覺得他是 阿婆買這個好買定期 收息好些 這樣就相信 信了你就買 買完就是現在 你身邊一定認識到這些 多少有些這樣的人 一定有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美夫 美夫是較少見的 一個議題 一個地區上的居民 受影響的居民 可以一個這麼長時間 繼續在那裡參與 抗爭和冒生命危險 和面對這個法律的訴訟等等 美夫這個例子也是一個很值得的表約 特別是在這個今年 這個時代周刊定了今年的風雲人物 為抗爭者的時候 其實美夫的朋友 可以代表香港 代表香港很有象徵性的意義 現在抗爭的方式 其實好像蕭生都說過 他說應該是 現在多些想法 我們可以和平理性抗爭 但是我們要多些出人意表的東西 好像我們都去過周大福 美夫那次有很多東西 你慢慢數也有時間去數 除了一般靜座和風去的地盤之外 也去買金 不過醫生那次真的買了 他真的買了 他真的買了 那次被人抗爭 他抗爭你去買金 他好像說是為清明用的 還有你有些口號很有趣 我記得在周大福金行 門口的時候 那些人進去買的時候 你們有些贈雨 給那些訪客 其實抗爭之後 就是首先要喚醒大家 很多人參與 你看到香港一年 抗爭運動其實也有很多特色 還有很多創意 譬如打小癮 因為示威不再被某一小撮人 經常去示威 那四五個人 壟斷了 那越來越年輕 就在多些參與的時候 那創意也可以發展一些 還有蔡元川那幫朋友 又很厲害 過去幾年 持續性 那個抗爭運動的延續 最後迫使政府 改變的政策 是吧 也都最後拿到一塊土地 當然要高價 要很不合理的價 就是被迫買了 跟著也都有機會 重建自己家園 也都重建家園之後 也都種了一些菜 也都是招呼了一些新聞界 還有很多幫他們的朋友 那你看回過去一年的抗爭 就是 剛才說過打小人 接著又七一遊行 還沒說訂飛機 是的 即是幾百 即是人民力量有八三十八人被拘捕 接著加上其他人 二百多人被拘捕 接著七一三、七一五的訂飛機 在議會裏面 即是阿毓文阿我阿長毛等等 都多次因為抗爭性的肢體語言 被這個逐離牆 但你看回 時代周刊 香港就選擇抗爭者成為風雲人物 香港人就當我們這些是爛仔 以及當我們這些 就是一些教壞小朋友的 一些不恰當 或者不應該出現的人物 即有很多人 大陸拘捕了劉曉波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你又會罵共產黨 那為何我們現在在香港做抗爭 那些人會把我們當作爛仔 即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反思一下 究竟抗爭 究竟本意是什麼 究竟我們是否正式 懂得去抗爭、扔石 是你們所謂的報民 其實我們希望用一個積極的方法 去令大眾去關注我們的議題 主流傳媒經常抹黑我們 驅選證明了這個很有效 但是他沒有叫我們這幾個爛仔 但是沒有講美夫那些 基本上主流傳媒對美夫的報道 都相對地是中肯 和相對地講到美夫的問題 好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 我們講這個抗爭者 這個風雲人物 陳偉業先生 不好意思 陳偉業先生 主席 上一次在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提了多項的意見 以及政府提供的資料 其中一個主要意見就是 這個工程項目 這個聯安新村那邊的居民 是全面反對的 而都因為這個工程的設計 以及有些的前期工程 亦都引起很多的爭拗 有部分的市民是因而被拘捕 引起那個的衝突其實其實都不少 這方面第一 就是希望政府日後 策劃一些敏感性的工程的時候 就是處理居民的意見方面 應該是盡量做多些的前期工作 如果有些的問題可以預早改善 和這個避免的話 就避免一些這麼嚴重的衝突 特別導致到有部分居民 是被刑事檢控 而政府提供的資料 主席就是 就是有關類似的設計 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究竟哪些地方有呢 政府提了少少資料 但是我想希望知道 有兩方面 看看政府能不能回答 第一就是政府所提供那些其他機場 有的類似的設施 那些是哪一年落成的 是20年前 30年前 還是多久 還是最近呢 因為逢親這些設計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水平 是吧 就是有些如果是太過殘舊的 就未必有代表性 第二就是 但是政府的文件所說呢 就是說 屯門這個選戰 來村落 那個距離是約300米 但是來最近的民居 是多少 多少米呢 因為 你可能說過村落 可能是那個主要的屋群 但是來最近的民居 是多少米呢 哪一位 比執司長 議長 提供的資料 或者稍後請台長講講 我們在文件的第五頁 下面那個著腳第四呢 是寫了有三個例子 其實就回復議員的問題 我們知道是不止 不過我們在文件就交代了 上次在Panel裡面 就陳議員問我們 就是有沒有可不不舉一些外國例子 我們知道他們只是日本 李卓人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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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政府今天份文件會通過 我自己會反對 但是政府會否真的考慮 在雷達和民居中間的位置 可以加多些高大的樹木 令到民居在視覺上和實際的觀感上有所改善 主席 在我們文件交代 我們在現在的設計上 就已經是在雷達站向著民居那邊 我們是會種一些樹 是高的樹去遮擋那個觀感 在文件我們都有解釋的了 就是我們預計如果在村的居民 望上去雷達站 應該的視線是會被將來種了的樹 是遮到那個雷達站的外觀的 這個我們已經承諾了在文件 我們會做的 就是 共同理念 那我享受到你的雲為似 然後你在墓碑上寫著 我去過 莫迪卡路 抱著五條美女入賭場 不用太多錢而已 我不是開玩笑的 然後又有閒錢 可能收入也不錯 是歐洲地中海游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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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不是說笑 用那次一點也不多 一點也不多 頭貨是一層 其實跟平民分沒有分別的樓間貨 雖然它叫絲樓 雖然叫什麼 雖然是帝什麼 帝什麼 帝什麼 那些 不過只是把酒廊貼膠板 讓你覺得好像滑溜溜 會發城市論壇 好 我們繼續沒有王毓民的 毓民頻道的節目 毓民去了美國 所以我們就頂住 在我隔壁的兩位 就是Judy和Raymond 都是我們人民力量的年青代表 比較年青相對年青 剛才我們講開抗爭者 和美夫的抗爭之路 今天日子很特別 今天日子是周大福 插水的日子 首先要先說上市 其實歷史上 絕大部份時間 和絕大部份的公司上市 就是上市當日的價格 都會有少少起的 就是很少插水的 但是這個對美夫居民 帶來災難性影響的公司 或者有關的公司 其實那個老闆都是 就是同一班人的 是吧 新世界和周大福 都是鄭氏家族 就是這個大股東 今天這個周大福上市 就是出現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就主要向下調整 只有6.7% Reymond就說去插水 這個是不是上天的懲罰呢 Judy 都應該 我們都相信 人在做天在漢 今下不止天在漢 今下上天 對他懲罰 就好像我們年輕人那時候 媽媽說你不要弱 你說謊 真的被雷劈 以前美夫 真是一個安樂窩 中產的天地 我出生的時候是最美夫的 香港最早期的屋苑 很多老師 專業人士 都是以那裡為家 是的 過去那一段期間 即是地產霸權 管業霸權 管理公司 最令香港市民感到問題大 就是突然間將一個 一個的油庫 一個的完全 沒有人想著 有機會發展成為 住宅的地方 就會建一個平方樓 擋住居民 而且當時答應你是海警的 有些人買的時間 是Promise海警的 給多些錢去買 guarantee海警 但是現在變成 要去抗爭了 一定要站出來 一定要將一些不公義的東西 告訴大家 美夫的居民 我想是很突然 被告知 有些工程車說會開工 好像突然間 在夢中被驚醒 才知道有這樣的事 到他們被驚醒之後 就開始群眾出來 為何他們有這麼多人會走出來 和會這麼強烈反對 這個地產霸權 管治四十年之下 其實很多不公義的事情 在美夫發生著 其中就是說 為何這些工程車 可以駛入一個私人屋苑呢 就是管理公司 將一條私家路 一百五十萬 不需要經過人民 當地的居民 或者法團的允許 就可以賣了 給現在將會建的公司 大家如果有跟美夫的問題 大家就看到整個的成規程序 可以說是黑箱作業 小市民小業主 甚至在地區上 這個居住 有業權的業主 有些的發展 你基本上都被蒙在鼓裡 不知情 那麼基本上 政府和這些大地產商 經過一個所謂的法定機制 可以私商售售 這樣就可以將一塊市民 原本認為屬於他們屋苑的土地 可以透過某些的批地形式 可以更改 還有可以給到另一間的 所謂的大發展商屬下的附屬公司 那跟著連串的工作 和發展和興建 那些市民 或者在那個地盤隔離的業主 是完全沒有機會發表這個意見 也都沒有機會否決 但是那個影響對他們來說 是絕對深遠的 是吧 原本我有一個全海景的位置 突然間就被一棵牆頂著 亦都空氣流通的問題 因為這個屏風樓的問題 亦都大家很擔心 即是說正如地積比 其實我們很多人平民 我們是真的不懂計 但是一個舊區已經發展了40年 即是你怎麼一定要用盡它的地積比 剛才我們講過 為什麼我們要懷念英式管治 其實英國匯豐銀行總行 如果它貪心一些 它可以建在下面的地方 即是我們現在去抗爭的位置 佔領那裡 沒錯 但是英國人基本上 他們都有一些美學的一些概念 即是建一棟大廈 他們都會想一想 那個設計 通風 即是比較人性化 融入到那個社區 究竟那裡的人 需要他樓下的土地去用呢 是的 即是美化的環境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即是一種art來的 其實標準 這有兩方面 一方面當然政府的審批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 那個土地擁有人 或者發展商本身 的態度是怎樣也都是重要的 那如果都要數回港英年代 都可以數之不盡的就是 即是當這個 即是當年某些大發展商 特別那兩三個 即是最狼的發展商 他們建的樓的屏風效應 即是大到無倫 即是大到無倫 是吧 你試試去紅磡 即是海邊看 那一堆屏風樓 真是真是恐怖的 所以這個 我想涉及到屏風樓的興建 很多時候 土地持有人 或者那個發展商本身 的態度都很重要 那政府很多時候就是 某個程度上被動 那如果當時的司局長 或者當時負責審批的人士 那個警惕性高一些 或者那個良知 他已經很警惕性很高的了 如果不是 即是怎會去了那間公司上班 他警惕性很高的了 那所以我想你 朱地可以回美夫 和美夫的朋友說 喂 時代周刊 都選擇了這個抗爭者 做這個風雲人物 你說大舊大舊沒有什麼地位 你說大舊大舊 美夫的朋友 可以成為香港的風雲人物 好的 好的 因為真是很欣賞他們那種 勇氣 和那種堅毅 對著這麼大的財團 在這個抗爭之路上 堅持下去 另一班 Raymond 就是你的老友 那班年輕一點 在這個中環 多老友 是的 是的 因為 基本上 在九月的時候 基本上 有一班 加拿大 比較 走得先一點的 所謂的激進分子 叫 Appbuster 就開始佔領了 華爾街 附近一個公園 其實他們的理念 就是說 現在 不是香港 全世界 99%的財富 集中在1%的人 就是說 99%的人 其實我們 基本上 都 財富 不是很多 所以 變成 其實我們 已經要去到一個時候 去反思 究竟一個絕對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 是不是 我們追求的社會 現在的政策 是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呢 所以變成 在 大概 10月18日的時候 在世界不同地方 甚至乎不是香港 甚至乎新加坡 甚至乎台灣 都有相應的行動 就是去佔領當地的金融中心 那件事是這樣 去到現在 其實那個地方已經發展到 可能 那個地方已經有一個小賣部 有煮食的地方 有圖書館借 那些地方 你見到 香港和海外很多地方 那個情況 都有 相同 亦有很多不同的點 譬如早期 這個世界性呼籲 佔領這個 金融中心 那麼 香港人民力量 都有參與 是不是 我和皇上 都衝了上去 騎牛 對 象徵上 香港金融霸權 是 這個象徵 而也都 這個 Vsat的朋友 也都 幫助我 戴了個面具 戴了個面具 基本上這個 抗議這個金融霸權 這個信息 在全世界 是廣泛散播 也都得到很多 這個團體 市民 特別是左翼團體的支持 但是在香港呢 參與的人數 比我預期真是少 香港那一次 只有三四八人左右 佔領這個金融中心 佔領這個交易廣場 而其後出現的行動呢 有關的朋友 團體就移私到匯豐總行 匯豐總行的 就是剛才Judy所說的 發展商也有些良知 預留一些空間 被長期作戰 如果他組織 會被這個 反金融霸權的人佔領 可能就不同的設計 其實他們現在 都想洗太平地 放水炮 說你們這幫人走 就是一幫團體朋友 包括有部近德雷曼的朋友 有些學生 有些團體 也有些市民 是對這個金融霸團的憤怒 和痛恨 或者對這個 資本主義的制度的不滿 都很多人都去參與 和幫忙 很多人都在這裏開了帳簧 連續很多晚上在這裏睡 也都各有些人士 就不斷去聲援 有些人也都送些食物過去 正如剛才Vieman所說 有些人帶些書過去 帶上沙發 帶上皮鋪 已經成為一個小型的社區 是 他們本身也都很有民主的意識 每天都會大家開會談 究竟有些什麼行動 也都有些討論會 交流會 也都不斷有些新的朋友去 大家如果經過中環 都可以去一去匯豐 銀行總行 就是地下 去探望一下這幫 反金融霸權的朋友 其實金融霸權和地產霸權 對香港影響很大 當然 金融霸權和地產霸權 這兩個惡霸 可以說令到香港市民 真的肌毛鴨血 因為沒辦法 因為你細心想想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情況 以前八九十年代 那些人有錢 不是因為他炒樓炒股票 是因為他很努力地做事 在一間公司裏 做五年 做多十年 他可能會升到一個主管級 變成他的財富積累 是來自他的辛勤工作的 但你看看現在 十六歲就懂得炒iPhone4s 那你用什麼做事 不用讀書的了 你只要和人鬥快去Apple Shop 按到iPhone就有錢 要打架 即是你和那些小歲族裔 還有一些僱傭兵 在那裡拼殺 在這樣的社會 有錢的人就炒樓炒股票 沒有錢的人就炒iPhone4s 那些人就不會想一下 究竟你的財富應該怎麼積累下來 究竟你的人生工作是為了什麼 有些人工作現在是為了打發時間 甚至乎他是有份工作就頂住 但其實他都看著炒樓炒股票 很多先生都是這樣 但你講這個現象 正是令到香港反金融霸權的運動 發動不起 因為香港很多人 似乎是被這個制度已經荼毒 而且他們本身是參與這個制度 是希望透過這個參與而升官發財 因為我本身這樣想 你現在環境好的 樓價還是好的 股票還不會大跌的時候 每個人有飯開當然是這樣的 但到了有一天 好像華爾街那樣 那時雷曼兄弟事件為什麼會爆爆 他是把刺案包裝成為 好像很值得投資的產品拿出來買 賣完發覺原來那都是垃圾 沒有人再相信他了 用不到資料就想 現在香港就是說 你現在投資的所謂股票 究竟有多少樣東西 你是覺得真的他在市場上是有前景的 真的可以賺到錢的 是有多少樣呢 還是還是你真的信一些信息 令到他下個星期會升兩毫 你就走去買 所以其實很多現在香港炒樓炒股票 其實你是信一個信息 你不是真的去看他究竟 當然這個信息是一個表象 但是很多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不少市民 包括這個年青的朋友 甚至一些中年人 就算是沒有什麼 在金融上的特別訓練 他們很多時候透過買賣 甚至是先股的買賣 很多是賺到錢的 你見到在地區上 我們經常見 在地區上有些金融機構 有些玻璃隔著 大家看到裡面 很多人 天天早上一早去 全聚在那裡 天天一班人在那裡聊 還有有時候 聽他們的人說 有不少人賺到錢 賺到食 是啊 他試一次 他不會第一時間登報紙告訴你 陳先生 所以你看到好景好市的時候 就摸一截的士 茶樓就滿了 但是你記不記得金融風暴那一年 在茶樓的時候 那你在講一個 某些特殊現象 但是 你看到 這個 從事金融活動方面 已經不是單單 只是那些 所謂專業 有錢的人 絕對不是專業 你見到很多普羅巴聲 我奶奶我媽都有 好像在那些金魚缸外面 裡面也有 外面也有 經過也有 我已經經常學著我媽 叫她不要這樣 但如果他們 群在那幫 師奶都是大家 在那裡交換這些訊息的話 你一定會被心動 我會祈禱 當然 我想不參與的 當然有個原因 但是你看到 全香港各個地方 都有這麼多人參與的話 你怎樣去令到 香港人 對這個金融霸權 有一種負面 和一種批判的觀感 和一個批判的行為 可以發起一個有意義 和有影響力的運動 所以我是很欣賞 現在佔領中環 在匯豐中康的樓下 那些年輕人 其實他們在第一天的時候 已經知道 那件事不會很多人參與 問題就是 他們用時間去證明 為何他們會對這件事 這麼揭而不捨 這麼埋頭埋頭 去做這件事 他們當然有原因 所以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香港人真的覺得不對勁了 你真的會看看 究竟現在 我們是不是香港的金融發展 或者香港的經濟發展 是這麼倚仲在投資市場呢 這樣 我想這個 反金融霸權 或者有關金融霸權的問題 很多教育性的工作 除了在中環之外 可能要逐步散落這個地區 是吧 可能將來要走去那些 哭打的 你叫什麼領培上市 你妨礙他上市 都已經差不多打你了 還叫人不要炒股票 但是希望 我們都是本著做 我們終止 我們相信一件事是對的 我們會告訴別人 為何我們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 反金融霸權 工作是會繼續的 而這個抗爭者 這個抗爭的活動 必然會在香港延續下去 因為你看回香港加現時的情況 特別最近看這個疑似 或者已經宣佈了特首候選人 那些嘴唸 狼珠 那些行為 還有那些 所謂處事的方法 真是令人搖頭探飾 是吧 唐英年昨天上來這裡 那些記者問他 你會不會去這個中聯辦 他說沒有計劃去 原來當日已經去了 因為他去了 沒有計劃去 我今天跟劉翁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人的 你作為一個政治的領袖 當人問你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取巧 去回應人 但是那個效果 明顯是誤導了市民的 那你的誠信在哪裏 還有你出來做公眾事務 為什麽 你出來做公眾事務 你當然是透過你參與那個活動 去為社會也好 為國家也好 為人類 為人群也好 是要做某些事情 這是公眾事務 你利用這些言語上的語句 令人產生一種誤會 那目的在哪裏 我真是很疑惑 究竟唐英年 究竟那個腦 是什麽造成的 他現在就是要一尾 去做好那份工作 那份工作就是看著 所有大陸有錢人 在香港的資產 他回答那個問題 完全無關 Judy 女性比較敏感 你怎樣去演繹唐英年 我不清楚 但是其實我們手上 那幾個候選人 其實你真的選不下手 我想如果真的 我有機會選的話 在這班人當中 我會原諒一個蠢的人 我變成我迫著 我會選堂堂 為什麽呢 因為你會比較寬恕 一個能力不夠的人 這麽意思 我其實不會說 即是你蠢 你蠢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樣去答問題 而產生個誤會 我就覺得不可以用蠢作為藉口 即是我覺得它是心底 賤 即是心底不善良 是吧 即是你蠢你可以用很多其他 被人感到愚蠢 是吧 即是所以有時候覺得 究竟是不是那個DNA 那我幫阿唐唐解惠 不好意思大舊議員 因為是公關教我這樣回答的 你知道這些問題我又不懂回答 那我不懂回答的時候 我唯有問公關 公關叫我這樣回答 所以大家繼續看這個豬狼之戰 這個豬狼之戰 這個豬狼之戰 另外再加多 即是這個 即是所謂這些危民主派 這些假民主鬼 即是這個 何俊仁和馮檢基又會出來 這個令到 即是其實他們出來參選 只會令到這個所謂 完全沒有民意認受性 千二人選舉 即是他們幫忙 造成這個選舉 好像是一個 即是很多人可以參與 和群眾可以參與的一個選舉 是吧 因為這個笑話 怎樣做得成呢 即是你說有兩隻畜生 那兩隻畜生都不如 但他每天都在網 或者在那個電視上面 講公平公正選舉 那些人不是 即是一次聽完 兩次聽完 洗腦洗幾次 就公平公正 真的有得選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簡單 即是所以你問我 我就不是說選誰 而是說這個世界 有些人我們是討厭他的 有些人我們是不支持他的 是兩件事 我不支持這個唐英年 但我更加討厭這個梁振英 兩害取其輕 但你要讓香港人知道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假選舉 當然啦 所以不是說我支持哪一個 而是有一個比較討厭 有一個沒有那麼討厭的價值 但當你說到討厭誰 或不討厭誰 已經給人一個錯覺 你有選擇 沒有 從來都沒有 但你要讓香港市民清楚知道 整個選舉 其實是一個假的選舉 台灣人民 有1,500,000人可以參與這個投票 香港就是1,500,000人 一個1,500,000人 一個1,200人 你想想那個對比是多荒謬 即是香港選委 在星期日 其實那個票我也不會投 好像醫生一樣 但我們那個界別 所謂的文化界別 是自動當選 他先個星期才寄一份東西給我 大大隻字 蓋著無需投票 那你寄給我做什麼呢 是吧 你可以節省它 那他做到有選舉 還有懶有這個問責 這就是虛偽 那就是賤 所以接下來 人民力量 都計劃有連串的行動 那他逢有這個論壇 有這個選舉的工作 那我們都會組織這個群眾 去衝擊 還有去做一些的行動 用來凸顯這個制度的荒謬的一面 還有這個選舉 其實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假選舉 是剝奪了香港市民這個基本 這個政治權的一個所謂選舉 那這個我們會繼續 就是皇上的節目會朝朝講 那還有劉翁也都會 稍後會通知人民力量的朋友 在網上會再呼籲 還有希望大家登記 是要參與這個遊行 或者抗爭性的行動 我們要成為這個時代周刊 風雲人物的一員 香港代表 今年仍然是2011 所以我們要延續 這幾個月還有兩個星期 我們要延續這個風雲人物 這個抗爭者的角色 直至到香港是有公義 有真正全面的普選為止 但這個相信要有一段時間 好 我們休息回來聽聽電話 我們的電話是28927841 28927841 一會兒見 跟著是陳偉業議員 主席 主席 每年談兩電的加價 政府一定被人指責 是黑商商業私商授受利益輸送 正如剛才所說 很多資料是商業機密的資料 即是兩電拒絕提供 公眾是無從得知的 我們也批評多年 以前經濟局看兩電的價格 現在就被環保局去看 我們也多次批評 你跟兩電 這些大老虎 在財技上 這麼有經驗 這麼出色的機構 去談電力的價格 很多時適合到很多財政的分析和資料 這個成本 特別是天然氣 或者煤等等 長期的價格的評估等等 政府很多時是缺乏這個經濟 和這方面的專才 是評估資料正確與否 很多時的談判 好像是諸如對巨人 所以次次的談判 事後都發現 政府是這個 我覺得很多是他 就是他 是他 他都不知道 因此 他都掩訪 他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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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中電都近90億一年,高峰期到113億,去年都103億,港燈都近60-70億一年。 兩間電力公司共同11年總利潤是1717億。 你計算香港700萬市民計算,過去11年的總和,每個香港人賺了24000多元。 這個利潤,如果你每人投計,我相信是全世界最高的了。 所以你看整個中電和港燈,基本上就是政府和他定了一個協議, 當年政府以為很威風,當初是13.5,跌到9.99,是吧? 但是你這個所謂最高的利潤保證呢,是等同差不多,是絕對保證那樣, 因為他用這個理由就可以加到9.9那樣。 你看看他年年那個利潤,你每次談這個兩電加價呢, 政府永遠不會說那個利潤是否合理的, 他用了那個方程式來定了,政府就跟著那個決定, 政策的指令來做,是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市民就任由這個魚肉。 你看看他今年那個利潤,兩間電路公司加起來都隨時200億那個利潤的了,會是。 那怎樣呢?小市民怎樣呢? 是吧? 哦,按個合約處理,跟著呢,你審議他的資料的時候, 就是我很尊重那些政務官,但是政務官, 人家跟那些大財團的財技去比較的話呢, 你真是注意來的,在處理這些問題方面,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侮辱那些政務官, 但是你討論這些問題,你歷史上連連看這些資料呢, 都基本上都是覺得市民被穩困。 那所以主席,就是… 剛才阿湯家驊議員提到一些意見, 我們希望拿到一些資料再開會再談吧, 還有我真是問…問局長, 我真是…我真是拘捕了頭政府, 為何會被環保局看這一個個兩電呢? 你環保局認識什麼經濟呢?老實說,是吧? 你認識多少經濟啊? 邱國長,是吧? 你和你後面那些大鱷去談這些財政問題? 你怎樣去審議他的收資問題, 和審議他的財技,財技那些報告呢? 邱國長,解釋給我們聽, 你有些什麼專才去審議他的財政建議呢? 啊,局長 主席,我不再重複我剛才所說的, 你是什麼專才啊? 這個把關, 你有什麼專才啊? 這個工作既然… 我相信這個工作不是單一位議員, 或者不是單一位議員… 但是我問你, 你的局有什麼專才啊? 但是… 你自己是專才啊? 但是我覺得,如果陳偉業議員, 即是較為有建設性一點的… 如果… 我問你啊, 你向公眾解釋, 你的局有什麼專才去審議這兩間大鱷, 這個大老虎的財政的… 啊,陳偉業議員… 的資料啊? 你…你等局長… 他完全都不回答這個問題, 他完全都不回答這個問題, 他完全是油花園這個局長, 這個油花園局長啊, 不是環保局長啊, 你的局有沒有什麼專才去審議的財政啊? 你答不回答這個問題啊? 主席,容許我答嗎? 是, 局長 主席,在那個審核工作裡面, 雖然現在這個兩電管制是歸入環境局, 但是在我們那個職員方面, 和在我們所僱用的顧問來講, 和以前在那個經濟局的時候, 那個人事編制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無論在哪個局來講, 政府都是有一個責任, 就住政府和兩間電電公司所參與那個, 管制協議呢, 是從市民的利益裡面去看, 也都是為什麼今年我們 除了滿足於早前批了的一個發展計劃之下, 但是如果我們在當年看到有些問題, 我們不能夠同意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出的, 主席,麻煩你。 主席,就是沒有啦,就是沒有專才啦。 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2011 日本人在你家打, 打完之後就搶你的東西, 有人幫你了, 我們不如打走個拆架。 健三部隊, 絕對不可以退過黃河, 到過黃河, 南渡,進入, 你死都留在山西, 和日本人在一起, 哇,這個妻娘在一起。 突然有條油, 就走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匿名的梓勇女子, 叫劉鋒麟。 堅稱百年歷史, 從深海走到現代中國, 與你共同探討歷史, 樂迪路。 深海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十點, 有麥葉Sir, 謝二方, 錢建榮, 和你一起誓說中國。 有麥葉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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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截 好,我們繼續回來 舞王毓民的毓民頻道的節目 在我旁邊的這兩位 就是Judy和Raymond 大家經常打電話來和毓民講話 說得有點悶 可以打電話來 有點暖後一點的 有點暖後一點的 Raymond其實是文化人來的 教音樂的 有空等機會帶著樂器來表演 Judy 我兒子來表演 她的兒子彈琴演奏級 她的兒子那次在中聯辦門口 拉這個小提琴 拉完之後 那個就是你的小朋友 老司也要註賣 厲害了 下次Raymond要 一起拉 剛才休息的時候 B就播了 我在立法會 有關兩電加價的問題 其實關於兩電加價 每一次出現這個問題 你都感到官商勾結利益書上 黑商作業 這些詞句都自然浮現出來的 欲罪真板上 因為你整個加價的機制 是政府和這些大財閥 已經定了一個協議 定了一個方程式 那些大財閥就按著這個方程式 是執藥這麼執 執好之後 就給政府 跟著就拍板了 那你政府 要在他那個藥單那裡 去找出一些問題呢 正如我在剛才的節目所講的 基本上是 就是諸如對這個巨人 就是你政府 裡面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才 沒有這樣的人力去做 剛才邱騰華說 咦 我們有這個既定的編制 跟以前經濟的那樣 他其實說法很荒謬 因為政府 逢親這個政策局 他一定有既定的編制 一個局長 副局長 跟著有一堆的所謂公務員 就這個首席助理 譬如環保局長 他有很多的級別 那些人工都不便宜 那些人工都拿了 十幾二十萬 高級那些 有一個既定的編制 這個編制 一般就按那個政務官 那個經驗和能力 或者按那個關係 而選取 這個首席助理 可能今年在這個經濟局 下年可能就調去房屋局 就是調來調去的 人家那些兩電 負責財務那些 終身的大哥 他負責看那盤數 看得滾瓜爛熟 他談那個協議 就是那幫人 可能除了退休 但是那幫人 是完全掌握了歷史 和完全掌握了那個具體的內容 也都完全掌握了現時的市場 各方面的情況 而做一盤數給你政府 你那些初歌 收到盤就在那裡看 很多時候幾個人看 兩三個人看 一般來說 就由那個首席助理 什麼什麼司 負責體 我們叫做 Pincipal Assistant Sec 這名叫做 PAS 那他跟著有個 assistant Sec 幫他手 那個是職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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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職員 職員 職員職員 職員職員 他秘書 名稱也是這些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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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Suprem 他們's also the Instit 360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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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藤華哪會認識這些東西 你環保也是剛剛學的 就去巡視哪裏看看 回來就當是專家 在環保也是初歌 不要說這個審議利潤管制計劃 所以看回香港人真的很慘 現在香港人受兩電 中電和廣燈在十一年前的利潤 是五六十億的一年 五六十億的 這個廣燈好像是六十億左右 不是這個中電是六十億左右 中電今年的利潤是一百零三億 是一百零三億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聲幅多驚人 好 我們聽聽電話 劉先生 大哥你好 你好 跟年輕朋友聊聊 我隔壁有一個 今天心情都很沉重 是 你看到陸峰那件事 我看上網真的很慘著人環 我希望借助你 myradio這個平台 呼籲一下中國人 關注一下這件事 誰這麼淒慘的 就是 你剛剛見到的那些什麼 你拿錢而已 你殺人命 你真的 喂 不是說共產黨不好 共產黨要注意一下人民 劉先生 你可不可以講講 你在網上剛剛見到那些什麼 可能有些網民沒有看到 是啊 我就看到 第一 就是那個姓 我不想講個名 我真的很慘 那個人為什麼會弱打自死 你 哪有這麼可能 你想這個網 大家 即是你說被捕那個人 是啊 被捕那個人 弱打自死 被拘捕那個人 弱打自死 是啊 被拘捕那個人 我就不敢講 但是如果真實有這樣的個案 你認為這個政府 是真的還有什麼人性 真的 沒有的 真的 但有關的官員 據報導已經是被雙規 有部分就已經可能失蹤逃亡 不知道去了哪裡 但是這個事件 不是一單一事件 現在看到 旁邊 這個又出現問題 真的 我現在真的很擔憂 中國 你怎麼收拾 這個就是涉及到 那個地方的行政權 沒有網管 和沒有監管 是吧 即是你沒有這個 人民的監管 沒有法律上的監管 亦都沒有新聞媒體的監管 沒有 所以 所以沒有這三方面的事情 那些地方官就為所欲為 我們都希望 人民力量 都要大力呼籲一下 就是 使用國際注意一下 這些事件 就是悲慘人蠻的事件 在中國還要發生 你共產黨為人民去把天下回來 你為什麼為人民這樣對待人民 你怎麼對待歷仙烈祖 你這個共產的滲滅 流血流汗 你把這個天下回來 都是人民而已 是不是 你現在這樣變得更慘 比以前 日本人侵華的時候 都沒那麼淒慘 真的 是不是這樣說 你說不出我 我現在根本說不出我 心情太慘了 好 很多謝劉先生的呼籲 我希望 有餘性的中國人 都要關注這些事 你不希望在中國 再發生這麼淒慘的事 真的 我希望 呼籲中國 中央政府 我在這裡 跟中央政府 大力呼籲一下 聽見我的呼籲以後 馬上採殺你 地下官員 怎麼會露傳 怎麼會欺負我們人民 好 很多謝劉先生的意見 多謝劉先生 以及呼籲 我想有留意網上的報導 主流傳媒都開始關注 以及多些報導 外國很多大的機構已經進去了 有些是進去了 包括BBC、CNN 以及很多的國際傳媒 已經蜂擁而至 很關注潮州 烏坑村 烏坑村 那個情況 因為數以萬人 曾經進行集會 因為政府的收地 而都有多位的 烏坑村的村民 被拘捕 而被拘捕之後 也都有不少的報導 顯示 他們被捕之後 都受到虐打 甚至是虐打致死 有些網上的片 都影響到 部分被虐打人士 身體被摧殘的情況 是慘不引導的 這個作為一個 真是代表 人民聲稱 為人民服務的 政府 怎麼可以這樣殘害自己的人民 但是很明顯 很多出現濫權的情況 因為就要利益 最後就是錢的問題 因為涉及到很多收地的東西 有些的報導就說 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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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烏坎村的朋友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透過這個節目 可以多說些少 也可以提供多些資料給我們 最近都有些少朋友聯絡我們 我們希望多些少人聯絡 可以掌握到多些資料 我們可以把這個烏坎村的真實 具體的情況 以及過去的一些發展的問題 以及有關人物 究竟適合到什麼人 希望可以更加全面和盡早提供資料給各位朋友 好 我們聽聽洪先生的電話 洪先生 Hello 洪先生 我想說一下時代周刊頒發這個獎給示威者 我希望這個獎所包含的 不只是2011年的示威者 我希望是以往歷史 一直以來有份參與示威的示威者 他這個是每一年的 因為他是每一年的風雲人物的選取 所以他是用2011年的風雲人物的名稱公佈 同時更加要頒給那些 在今年參與示威而犧牲的示威者 因為今年參與示威的利比亞敘利亞 是死很多人的 是慘絕人患的 那個卡達菲是可以用戰機去屠殺人民 我覺得這些暴行就是 因為一個社會裏面還有一班人 這個獎頒給示威者 他們是在時代周刊那裏是無名無姓的 同樣出來示威的時候 示威者大家都是本著同一個信念 大家都不需要別人知道自己是誰 只不過是在示威當中的其中一份子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 我站在示威者當中 我就是一份子 就是多一份力量 我不會介懷自己 又沒有人知道我有沒有參與過示威這樣 我覺得這種 這一種就是一種 值得人來尊重的精神 因為其實很多人選擇我不參與 那你們有得別人去參與 到將來有成果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去坐享其成 但是這個社會是 你越少人出來 付出的代價就越大 因為政府就越敢 越是更加夠膽為所欲為 我經常說的 我們的示威是和平 是不需要用暴力 因為當你是和平的時候 那個極權政府是沒有藉口去鎮壓你的 而為什麼那些中東莫里花革命 最終會成功呢 就是因為那些示威者是和平出來示威 而那個獨裁政權呢 是採用屠殺手段 而最終是激起了民憤 那些民憤 那些人呢 因為他的家人已經被殺 所以他們已經是沒有 是覺得生存都沒有意義了 所以是豁出去 那些人那種憤怒呢 當憤怒大於恐懼的時候 那個政權就必定會滅亡 當然啦 洪先生那個運動本身呢 開始的時候 和爭取這個民意民情的時候呢 就是肯定是一個和平理性 非暴力 就是那個的吸 就是令到群眾參與和支持 但是你看回你比亞亞呢 最後都是用這個武力 才能夠推翻這個卡達菲 就是最後你這個 美國也好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法國也好 是提供很多的 提供很多的軍火 給這個民兵呢 是跟這個卡達菲的軍隊 是對峙的嘛 那當然我們也都要 說回來就是 都要感謝有外國政府的介入 因為很多時候 極權統治者就用一個藉口 就是不要干涉別國內政 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很無恥 因為就等於一個家庭這樣 如果當你在家裡 殺你的老婆子女的時候 你還用一個理由 喂 隔壁屋的鄰居 你不要管我家事 這樣 如果還有一些人說 對呀 人家家事你管別人這麼多 還有一些人 這麼冷卻說這些說話 其實根本是不需要你的 我們不得不說一句就是 美國或者是北約 他們有份介入這個 其他國家的一些 見到一個政府做出暴行介入的 這個是值得表揚 而不是值得批評 我首先要 我覺得每一個見到不公義事情的人 都是要站出來出聲 包括其他國家都是有責任的 因為這個是關乎人命的 還有我也都希望 一再在這裡強調 對於大陸陸峰發生的事情 我們真的要不斷地跟進 因為他們是很無助 現在當地的這個共產黨 是採用圍城 其實圍城是斷水斷糧是想拿命的 這個是一種集體謀殺來的 你斷水斷糧最終人會怎樣 會餓死 這個是暴行來的 還有那個被人抓了回去那個 他說撤死有沒有人會信呢 他找個法醫官來說 他是沒有表面的 智商的傷痕 大家有沒有人會信呢 沒有人會信的 如果那個人是真的被人虐打致死的 這一種是一種 是虐殺致死的話 是一種非常滅絕人性的暴行 因為他以為 我抓了你回來 你是這件事情的大頭的人 你令到我侵吞這個工產這個計劃失敗了 於是他就用一種報復的手段 去折磨那個人 好 很多謝洪先生的呼籲和分析 最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在香港這個美好的土地 作為香港人 我們一定會繼續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因為你看到這個潮州 這個烏陷村的情況 是感到真的害怕的 人們問梁振英選了你害怕不怕 現在看到這個烏陷村的情況 每一個香港人應該感到震驚 又震驚又恐懼 所有的害怕的字應該都出來了 因為正如有些網民已經表示 喂 烏陷村的情況 遲早在香港出現了 你怕不怕 Judy 當然很怕 所以我也要特別多謝80後90後 那些年輕人出來 因為其實我的小朋友太小 我可以叫他們幫忙參與 但是真的到他們可以出來自發性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香港已經在講太遲了 我想香港人很多是未感覺到 香港已經逐步沉淪 香港在法治 人權 尊重市民的基本權利方面 已經是惡化得很快 是啊 我們在講以前的核心價值 獅子山下精神 很多我們很懷念的以前的人情味 香港政府永遠都想獅子山下繼續捱 捱完就取得利益 獅子山下其實很多方面的核心價值 但是香港政府特別是梁錦松那些 都經常強調 香港人很捱 真正全常都這樣說 我們要有這個奮鬥精神 我們窮都是要捱 大佬 獅子山下不只是窮要奮鬥 包括人的互相尊重 人的存在的價值 分享共同努力所得的成果 香港一個這麼富裕的社會 還要人們天天去捱 會為甚麼呢 很多事情要我們由第一身 告訴身邊的人 有很多價值觀的問題 是要潛移物化的跟他們說 其實我會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你的人生是為了生活 不是為了工作 你捱得那麼辛苦 你沒問過自己為了甚麼 你如果沒有原因這樣捱 那你捱來做甚麼呢 以前六七十年代 我爸爸那輩捱是為了甚麼 安樂茶飯得黎 他覺得那個社會是有發展空間的 他小朋友 可以在一個這麼美好的環境成長 他會覺得很開心的 但是你現在這一刻 問這個問題 你問我 如果我有小朋友 我會不會想他在這個環境下生活呢 我告訴你我不會 這個就是悲哀的地方 但是似乎很多的朋友 特別我們在地區上 經常跟很多的街坊聊天 譬如四五十歲 或者五六十歲都好 就算很多過去 譬如十五十年過去 支持開我的 很多次選舉都有投我的票 但是最近見到我成立人民理論 其實成立四十萬年前 已經開始不斷批評了 成立人民理論之後 我們在議會上進行各種抗爭 表示對這個政府的不滿 對現象的不滿 他們對我們這個表達的 信息的方法呢 是感到煩厭和抗拒的 他們完全不掌握到 或者不理解到 就是這個制度 你不用這個衝擊性的方法 去凸顯這個制度的不公義 去令到這些管治的階層 是有些警惕性的作用的話 他們完全沒有種感覺 現在的情況是惡化得很快 和這個惡化是有機會 去到一個point of no return 就是不會有機會改善的 所以香港人如果繼續不覺醒 就是繼續在那裡睡著 或者是在做夢的話 那你要幫你下一代想一想 到你下一代成長 或者你下一代成長的時候 那個社會的環境會是怎樣 會不會出現好像烏陷村 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裡有個媽媽在那裡 我真的很想聽一下媽媽背 怎麼看現在香港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 所以我今天要影響我身邊的人 其實我想我們其中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我們自己的能力 去影響身邊多一位 其實要將烏陷村這些片段 是透過互聯網 和透過email 是多些傳給所有的人事 特別對人民力量不滿那些 你看一看 今天的烏陷村 可能是明日的美夫 那樣嚇到你 害不害怕 害怕 害怕 類似的 你地產霸權 你地產霸權 要拿你的地 喂大哥 找一輛工程車衝過來 明目張膽衝過來 他衝過來 就是要建立恐懼 令你們這幫人害怕 是吧 喂 眾目攜攜之下 他都可以這樣做 在黑洞裏面 他做些事情 就是恐怖多 十倍一百倍 所以你不要說我危言聳聽 你繼續給這個情況惡化下去 哇大哥 你現在講過億 數以億計的利益 還有數以十億計的發展項目 是吧 你烏陷村都出現死那麼多人 是吧 以權謀私 是吧 你將來香港如果沒有這個傳媒的監察 你現在傳媒的監察已經越來越弱了 你現在傳媒的監察 就是基本上很多時候是隔蝦騷養 基本上都是小馬大幫忙 真正去發掘問題 和去顯露這個管治階層 和一些大財閥的醜陋的一面 這幾年已經不見這些這樣的報道 是吧 都是小馬大幫忙為主 是吧 所以你現在看下去 香港現在現時情況的惡化 其實就是逐步和大陸看齊 在這個管治這個方面 管治這個手法方面 管治這個價值方面 和這個的利益分配方面 都可能越來越似 你見到梁子民也是 是吧 明目張膽啊 大佬 你看我不到 明目張膽啊 我退了休 就過去幫他做事 明目張膽啊 有什麼不做得 就是這個政府 當你沒有了人民的監察 沒有了傳媒的監察 沒有了法治的管治的時候 真的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很珍惜 這一把反對的聲音 還有更加 現在有這一把反對的聲音 是給你們一個很好的基礎 如果有些人聽到我們呼籲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勇於站起來 去支持人民的這個理念 今天真的很高興 有兩位年輕朋友上來 和大家聊天 Judy和Raymond 多一點上來 多謝你 旭文這幾個星期 都繼續不在香港 你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你兩位都要多一點 繼續上來 撐住一大塊 不然這個節目會很沉悶的 好,我們下個星期一見 拜拜 拜拜 陳偉業議員 好,各位主席 啟德最早期的發展 主席如果記得多年前 我都建議政府 甚至天馬南都不要建這個政府總部 將整個啟德建政府村 將這個中環、灣仔 政府的建築物 全部集中在這個啟德 有一個政府的建築群 是令到第一 改善這個政府部門 部門之間 那個溝通 不用有時候開會 即是有關的高級官員 長途不虧 即是時間都浪費 第二 就是可以釋放這個中環的珍貴的土地 是出來作為這個商業的發展 那麼政府最近這個 政府西座 又說要用來建這個商業的大廈 其中一個理據 就說中環是缺乏這個商業的土地 那麼主席當然我是歡迎 今天政府這個決定 以及這個規劃 但是整體來說 政府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即是在未來的時間 總體來說 即是在這個啟德這個土地 最終可以 只可以拿到幾多 即是 土地出來 以及可以興建幾多平方米的政府的樓宇 以及透過這個安排 有幾多的中環灣仔的政府的 即是建築物可以釋放出來 是改為這個商業的發展 是 Dorice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陳議員的問題 其實如果大家看回我們文件 附件7 那裡 有一張圖 那張圖 大家看到 黃色的部分 就是今次我們建議興建 這個工業貿易大樓的工地 其實在這個工地隔離 還有兩塊地 現在的規劃都是一些政府用地 預留愛力 將來再建多兩棟的政府大樓 就安置現在在灣仔那三棟政府大樓 但即使用完這兩棟地建 都不夠 即是我們在2008年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裁刑師師長宣布就說 即是我們會考慮將灣仔三棟搬離那個灣仔 但好像剛才所說 即使在這兩棟地 建築都不夠 因為這兩棟地 建築的地方大概 如果是用那個 靜作業樓面面積大概是六萬平方米 但現在灣仔那三棟 就有十七萬五千左右的平方米 所以我們還要在其他地方找地 所以如果 回答陳議員的問題 如果這兩棟地上面都可以建到政府大樓的話 都可以釋放到部分 現在灣仔那三棟的一些政府部門搬過去 釋放出一些在灣仔的土地 另外即是說不夠的 我們都現在是在找著 都希望在一些新的發展區 就找一些適合的地 譬如我們初步跟規劃處那邊談 就在將軍路、長沙環 甚至在新界的地方 我們都會盡量找一些地 主席 母海主席 明顯那個規劃上是不理想 因為當初我提出這個政府 建築群的理據 就是令到政府的服務可以集中 部門來部門之間的溝通可以加強 而市民去有關政府部門的時候 亦都不用周圍撲 就是有一個集中的點 一個啟德這麼好、這麼新 是零給你去規劃的 最後都是支離破碎 就是完全沒有一個整體思想的領導 是令到規劃上能夠解決上述的問題 主席 紀錄在案 就是我們發展到延遲這樣的情況 是深表遺憾 而且覺得政府是浪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你那個文化中心 你懂得擇合這個文化 是溫建築物在一起 但是政府自己這麼重要 只是顧著自己的高級官員 就拿了天馬藍 就是其他部門的用地 就完全沒有借這個機會去發展 而且導致到中環灣仔 也都不可以盡快釋放 珍貴的土地出來給其他發展 硬要搶起這個西座 作這個商業用 我想政府在這個規劃上的失誤 我是感到極為為 就是這個遺憾 記錄上了 主席 好 異記表達 鄭偉業議員 莫國主席說他那個停車位的問題 我記得啟德整個設計 就是一個環保的主導 基本上是直成 就是很多的樓宇 是鼓勵那些人不用車的 就是整個啟德的設計規劃 所以突然間有議員 這麼堅持要增加這麼多泊車位 這個跟整個啟德的環保 就是取向的規劃 是有矛盾的 究竟是規劃主導 還是個別流予自己那個 就是業主主導 我想要很小心處理 因為當初規劃的時候 似乎聽不到議員有什麼強力意見 關於整體的啟德規劃的理念 所以我呼籲政府真的很小心 明天政府就變了 人家那些私人樓宇發展的時候 你又不讓人停車位 你政府自己要那麼多停車位 整個啟德 原本的規劃就是 就是 形存實亡 是很矛盾的 那個觀念 提提提提意見 希望政府很小心考慮 一個意見表達 政府也是兩難 後面有一位陳嘉隆議員 請禁止 小藥 勞 前刻 山 岳 旗 聽 現信